每天有几十上百的人来咨询我 我实在没有时间一一去指导大家的身体状况 希望大家自学自医 还望大家谅解 我仿佛强调 人体无非气血二字 气足则血行有力 气血周流不息 人则健康强盛 而气血是一种东西的两命 看过我之前讲《易经》的朋友就知道 阴阳它是一体的两命 以及是本来是同一个东西 而它们之间的变化方式是此效彼长 以及是阳的增长是因为阴的削弱 而阴的增长恰恰是因为阳的减少 我之前说过我们人最普通的状态是 七分氧气三分阴血 而不单是人体 这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分布的 七分正气三分血 三分陆地七分海洋 因为这样的比例才呈现了娑婆世界 而这个比例一旦被打破 世界则会发生改变 比如说这个世界变成九分正一分血 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无比美好 我们地球人也会像天人一样享福 反之这个世界则灾害频发疾病流行 人们活在烦恼和痛苦之中 大到世界小到我们人体都是一样的道理 当我们人体的氧气不断地被损耗 则阴雾开始成形 而在这个有氧入阴的过程中 人在开始的时候会出现种种不适的症状 但由于时间还不到 所以只有症状 而看不到真实有形的病灶 等您看见真实有形的病灶的时候 其实衰败已经很久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内经强调 不治疑病治未病的原因所在了 可惜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智慧 去理解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甚至还有人叫嚣要废止中医 听说有专家建议 中医的学生不必学内经 各种诡异的现象 望有失之事 细品